如果从运动的火车上发出一束光,在站台的人看来,它的速度应该为光速加火车的速度,但事实上,光的速度依然为每秒30万公里,这与牛顿力学相矛盾。 后来,荷兰物理学家洛伦兹提出了一个有为常识的大胆假设,那就是当一个物体运动的时候,其运动方向的长度是缩短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站台上的人看到的光速不会超过30万公里每秒。 洛伦兹不仅提出了长度收缩假设,还基于这一假设对长度的缩短进行了数学量化,即提出了所谓的洛伦兹变换公式。 但洛伦兹的观点并未受到大家的重视,除了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主张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实验结果,表明以太构想是不成立的。 同时他坚信迈克思维方程组和洛伦兹公式的正确性,因为当时很多实验测定了光速是恒定不变的。 爱因斯坦花了一年的时间,想尽各种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都没有好的结果。 有一天,爱因斯坦去找朋友贝索讨论这个问题,突然爱因斯坦清楚了这问题的关键所在,那就是不同速度地方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时间会因相对速度而改变。 第二天,爱因斯坦见到了贝索,说道,谢谢你,我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贝索听了,觉得莫名其妙。 五个星期后,爱因斯坦发表了震惊科学界的狭义相对论。 狭义相对论认为,运动物体的速度越大越接近光速,会发生齿缩中慢和质量变大的效应。 时间本身是有弹性的,空间也是如此,提出了所谓的时空概念。 在爱因斯坦解释了光速恒定现象的十年后,发表了广义相对论。 他认为任何有质量的物体都能使时间和空间弯曲。 这也解释了牛顿提出的那一问题,物体为什么会落地。 但随后发生了连爱因斯坦也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德国数学家卡鲁扎对数学的优雅轻有独钟,受到爱因斯坦解释引力的启发。 卡鲁扎猜想,光波会不会是更为复杂的时空扭曲现象,而这正是显理论的数学基础。 虽然有了这样的灵光乍现,可卡鲁扎生不逢时。 他的主张被一个物理学分支打入冷宫,后者对一切都提出了质疑,那就是量子力学。 以波尔为代表的物理学家们把注意力放到研究宇宙中微小粒子的时候, 人们发现原子内部的宇宙是一个奇怪而又混乱的世界。 我们熟悉的那些规律在那里似乎并不适用,通过一个看似简单的实验显露无遗。 一束电子透过两条狭缝被发射到一个检测器上。 常识告诉我们电子通过狭缝后会打在两条高亮度的区域内,但结果并非如此。 事实上,检测器检测到的撞击区域有很多条, 这一实验结果完全违背了人们对电子或者任何粒子行为的预测。 电子似乎是在违背物理学定律, 电子似乎是在违背物理学定律。 这就如同一名球员准备罚任一球,球没进,到目前一切合理。 但如果按照亚原子粒子或者量子世界的规律,情况就会有所不同。 足球不再遵循一条单独可定义的轨迹, 而是像电子一样可能采取任何一条路径, 守门员对此无能为力。 等破门后,足球还原成一个唯一的现实。 这就是为什么物理学家为此深感焦虑。 或许宇宙的深层奥秘超过我们人类的理解力, 注定无法参透。 20世纪50年代开始, 物理学家开始致力于寻找最小的微观世界和宏观宇宙之间的联系。 在原子内部的世界里, 电子围绕着一个原子核在旋转, 后者是由叫做中子和质子的粒子所构成的, 这两者的内部有一些更小的粒子叫做夸克。 科学家认为夸克是由一种叫做弦的东西构成, 而弦是对时间和空间更为精妙的扭曲。 如同小提琴的弦可以通过振动弹出不同的音符, 每个亚原子弦也能通过振动形成不同类型的基本粒子。 这些振动过程发生于令人匪夷所思的十维空间, 而这些弦的振动就是一切物理规律的来源, 这些规律控制着宇宙中的万事万物, 从黑洞天体的行为到恒星的生命和死亡, 小到一卷纸掉落在地上, 再到我们个人的悲欢离合, 这些所有的一切都在弦理论的全盘掌握之中。 同时,弦理论还做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预测, 那就是应该存在数以万亿亿亿亿计的其他宇宙。 弦的每种振动产生出不同的基本粒子和自然作用力, 而这两者一起构成了宇宙中的万物, 如同乐队可以用不同的音符演奏出不同的曲子。 从数学的角度来说, 这支不同的曲子会存在不同的粒子和不同的自然作用力, 也就是一个不同的宇宙。 正如世界上有无数支不同的曲子, 我们的这个宇宙肯定也是无数宇宙中的一个。 每个宇宙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特性, 有些非常不稳定,坍塌回它们最初的状态, 有些无法形成恒星或行星, 所以是一片黑暗冷迹。 还有一些会膨胀, 就像我们所处的宇宙一样, 能够孕育出恒星和星系。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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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